喔 老闆 你可以給我 有保護力又不變黃的手機殼嗎 欸 老闆 你賣我這什麼PC硬殼 根本就不防摔啊 這麼快就被發現了嗎 好啦 我跟你講 那你現在就是換這個 TPU的軟殼 你看它很有彈性 而且它也可以吸收撞擊力 好吧 這個給你 全透明的嗎 對啊 老闆 你看看 這是你賣給我的殼 那你那一直變太黃了吧 不是啊 我就正常使用啊 就變得這麼黃 你是不是騙我啊 我跟你講我要找消機會喔 我跟你說 這個TPU軟殼 它本來都會吸收手汗啊 手油 變質變黃 而且你之前是說 你要全透明又要防撞 你又沒有說不要變黃 啊我就要露出手機美美的樣子啊 你那個殼變得那麼黃能看嗎 而且你剛剛那個孔位 還不是很精準也沒有很密合耶 我跟你說 軟殼它本來就會做大一滴滴 沒有100%密合的啦 欸 你不要覺得我很好騙喔 我有做了一點功課 聽那個什麼說什麼 控壓殼的好像很厲害 喔 我有賣啊 欸 那你趕快把它拿來給我啊 可是它會不會變黃啊 齁 這盯進的客人好吧 我要讓他買一半 他可能會告訴我 好啦 我跟你講 其實呢 這個空壓殼它為了做到密合度更高 而且呢 就是整個孔位更精準 它中間你有沒有看到 有一條一條PC的印料 但是你這樣手機直接接觸的 是印料耶 它這樣子保護力其實比厚一點的軟殼還要差喔 而且你手握的地方 欸 還是軟料啊 所以你當然還是會變黃啊 你看看隔壁老皮的空壓殼 欸 老闆 阿這種殼可以嗎 外面硬硬的 這邊軟軟的 阿這樣 看起來還不錯耶 這種硬加軟總可以了吧 對啦 你這個LOGO的地方齁 它其實真的是不會變黃 可是你手接觸的邊框還是軟料 你用久了還是會變黃 我真是良心商家告訴你那麼多 不是 老闆 重點是 你前面講賣的那些手機殼 都沒有符合我的期待啊 好吧 如果都不能滿足你的話 那我就要拿出鎮店居寶啦 嚇嚇你 欸 登登 真是 欸不是老闆 這跟前面剛剛那些有哪些不一樣耶 不要再騙我囉 齁 你是被騙大了你 極空在講第四代它是全透明的 所以你會覺得一樣 不過呢它的結構跟其他的殼 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光邊框呢就是採用軟硬兩種材料的結合 而且它獨特的地方在於 邊框外側是使用硬料 內側是使用軟料 所以可以兼顧密合性 防摔的保護性 還有呢這就是極空在講第四代 它可以做到全透明又不變黃的密技啦 欸等一下老闆你剛才說那個 不變黃的密技是什麼 因為它完全隔絕掉我們 接觸到內側軟料的一個機會 這樣一來就可以長時間的不變黃啦 那另一個呢因為紫外線照射而變黃的因素 但是我們也排除啦 極空在講第四代呢 還有通過SGS的極端耐厚測試 你看一下 我自己呢就是用這個殼 一個月了 然後它完全還是捷徑無暇的喔 好老闆你自己都用好東西喔 看你前面沒有那些隨便的殼 好啊好啊我們合好 欸我來幫你裝 這個邊框呢跟背板是分開組合的 拆裝比較方便 而且呢背板是壓克力材質 比起一般的PC材料還要更耐刮 所以成本也高喔 欸嘿 裝好了 耶 所以這個組合式的話 我之後可以換這個背蓋嗎 對啊 像是你有這個亮面的 還有這個霧面的 以及光雕式還有彩繪式 啊你一定不會用膩 抱準你滿意啦 太好了 錢來 什麼老闆 你前面賣了我這麼多隨便的殼 你應該要算我免費吧 欸 本來就要付錢啊 你算我便宜一點 欸 你是電他上女背了對不對 我是電他上女背了 然後幫我們的頻道呢按讚訂閱 還要分享喔 還要開始小鈴鐺 才能接收最新的影片通知啊 欸 說掰掰 掰掰 掰掰 不然你要付錢嗎 付我錢 說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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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change 一些新的影片 要測試在一起 都不停 都不停 那裡 多感的 到第一次